他是全网最爱拆架的一只金毛 人畜无害的大暖男 身体里却住着一只二哈的灵魂 他的名字叫CZ 这只毛孩子命理缺木 对桌椅板凳情有独钟 看他啃着椅子腿 比摩牙棒牛肉干还要香 家里的椅子主人换了一茶又一茶 可最终也没能逃过他的破坏 有粉丝调侃 狗狗上辈子肯定是个木匠出身 所以才会这样对木质家具情有独钟 咬坏沙发不是他的目的 里面的木头才是他的真正目标 不知道的还以为主人家里的家具 都是骨头做的呢 不管禅使官怎样苦口婆心的教育 狗狗是一点悔改之意都没有 为了不让他再拆椅子腿 主人连脚链手铐都给他安排上了 在椅子腿上抹上芥末 甚至粘上涂钉 拆不到他心仪家具的狗狗 必要了他的命还要难受 他就像有强迫症一样 白转毛心的样子太搞笑了 甚至发脾气耍赖 想把主人也给拆了 拆不到家具的狗狗明显没有快乐 只能把家里的书本拿出来拆了出出气 但是这口感和椅子腿的口感相差太远了 主人为了能保住自己的椅子腿 也保住狗狗的快乐 费尽了心思 各种的道具都上了个遍 不管是辣椒榴莲 芥末还是折耳根 任何的困难都阻挡不了他对椅子腿的热爱 为了转移他对椅子腿的注意力 各种的蔬菜水果被穿在了椅子腿上 主人甚至把椅子腿都做成了串串香 大金毛也乐此不疲的 每天都在啃着不同味道的椅子腿 如此以往不但金毛喜欢啃椅子腿 家里的木偶猫也爱上了这不同的味道 各种的办法用尽 金毛依旧只对椅子腿情有独钟 眼看越来越细的椅子腿 马上就要断了 没有办法的主人表示 自己也只能在中午的时候坐一下椅子 因为他怕早晚会断 即便是这样 主人对狗狗的宠爱也一点都没有减少 拆不到家具的狗狗会经常发脾气 所以主人才会把椅子腿做成各种口味 即便是他整天拆家具 主人对他也没有丝毫的嫌弃 如果家里有一只这样爱拆家具的狗 大家会怎样对付他呢